大家好,我是小艺,欢迎收看第一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九谈家人》 我是江泽四海线首富 孟少强被其弟弟孟少云杀害 尖牙判孟少云死刑 神探卡乃吉接到一封匿名信 说孟少云一案很有蹊跷 于是卡乃吉在孟家后有黎明的配合下 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卡乃吉进于推理2005公告墙 两人相互配合,谨慎情绪 其间还有泰戈和欢朝人物一串相助 甚至将怀疑对象 所晓在孟少云和孟少乔 第一双女大身上 但在这项大白之时 众人却发现案件背后还有着天大的影响 而卡乃吉与玲玲的爱情 也免得着重来考验 卡乃吉人称赏金花碳 十号帮人平原案 这天他收到半张人票和一封匿名信 经常说孟家血案有蹊跷 孟国富是四海线首富 因此前立下了一份完美一处 但孟国富更似 幽啥幽儿的欢生兵 就被判光杀清凶 卡乃吉找到孟国富生前的只有证字如 诸子如将其侄女帝 判定卡乃吉当诸首 此女对破案 女无所知 又无比欢吃丑杯 可谓是世上最呆的女搭档 两人一路滴天天闯闯 吵吵闹闹门 连着猪死马迹 终于跌入一个小小的细节 将目标所定加孟少强的女生 于娜身上 并判断 一笔情侣半张一票 乃于娜所尽 可是本头作用 文家千万家产的于娜 愿何要求杀死自己 仗子的凶手 并将即将当手的一场 供售成不相浪漫 她乃吉于零零次 以为是的地震项 越来越紧实 其实证不证不觉得 她成为一笔情侣的妻子 故事一当之 女就结束 文章小异 获得更高的精彩内容